画面就可以看到汽车排队准备上国道 没想到前方突然有游览车从中线车道切了出来 硬是要插队 更夸张的是这样还没完 直接后方的白色游览车插入队伍后 一动也不动 皆需让至少四辆游览车插了进来 离谱的插队袭境发生在九号下午五点多 桃园大西加入到前 当时这五辆游览车疑似集体合作连续插入车阵 不知导致后方车流回堵 大批游览车突然插入 要是没抓转安全距离 恐怕还会酿成事故 而警方获报立即展开追查 因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法 根据规定违规插入连贯行驶的车证当中 最高可以处一千八百元罚还 目前警方正持续检视影片 不排除将对这群违规司机做出裁罚 正在明天请您要评论 去五辈游览 没收拾